他提供麻醉藥给妻子 然后妻子自行施打后致死的 这个案件是震惊全台湾 而他的妻子是有睡眠障碍 陈世洞却从诊所带回麻醉藥 供妻子自行的施打 后来导致妻子呼吸衰竭死亡 而检方原本是以业务过失致死来起诉 不过他在台北地院是认罪协商 检方当庭便跟法条为过失致死罪 法官判处罚金三万元 而且全案定演